在历史课本中 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 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 学者们一度将红袖拳 抬高到农民起义先驱第一人的高度上 连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先生都甘愿做红袖拳第二 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学说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主因 使西方列强及满清王朝联合绞杀 但是红袖拳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 在打下南京后 红袖拳逐渐有了封建意识 安逸的生活使他不再是内阁受人尊敬的天王 而是逐渐堕落为一个重视等级观念 沉浸于享乐的极权统治者 从文献中我们能看到 这一时期的红袖拳极少离开自己的王府 与群众及将士划清了界限 我们知道 一个革命政权在向封建王朝蜕变的过程中 领导者的行为起到决定性作用 既然红袖拳的思想发生质变 那么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 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到整个天津 越到后来 红袖拳的行为越像一个封建昏君 之所以太平天国内部会爆发矛盾 根本原因就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 二 为了巩固自己的极权统治 防止大权落在外星手中 红袖拳的用人路线也发生极大的变化 从最开始的为财事举到后来的用人为亲 红袖拳越来越排斥其他异性王 这种极权者的特有思想 使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逐渐腐败 给太平天国的发展埋下了致命隐患 三 晚年的红袖拳思想越来越封建保守 陷入自己异想的天国中无法自拔 在宗教迷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红袖拳打下的江山这期间固然经历了起起落落 但鼎盛时期也曾占据半壁江山 在我国历史上像这样的短命王朝不胜枚举 他们的失败过程也如出一辙 究其原因并不是士兵们不肯为该政权抛头颅撒热血 而是这些政权的领导者私心太重 在发动起义前夕 红袖拳为了笼络民心 也曾打出官民平等 男女平等的旗号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太平天国入主南京灰飞烟灭 来到安乐场后 红袖拳等人迅速露出了他们自私 迷信 封建的一面 对平民 尤其是妇女 红袖拳将他们视作奴隶 随意卸玩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到了1864年6月 红袖拳病逝 又天王红天贵府继位之后 直到1864年7月19号 乡军轰塌天津太平门附近城墙十余丈 蜂拥入城 其他方向的乡军也原梯而入 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响者 天津的陷落 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彻底失败 但是 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 仍应有顽强的抗击清军的进攻 即便是这样 也难以扭转太平天国的没落 那么 红袖拳的后宫中 究竟有多少女人 在太平天国运动后 有人写了一部江南春梦笔记 这部书称红袖拳后宫中 设立一千多个名位 这一千多名女人 还只是有资格与天王同床共枕的 话说在天王府中 并没有设立太监 所有服侍天王的人员均为女官 粗略计算 当时的天王府中 总共有一千二百名女官 综上 红袖拳的后宫中 总共有两千三百多名女人 这些人均是红袖拳的近乱 身为一个标榜平等的起义者 红袖拳却躲在深宫中 享受两千三百名美女的服饰 终日缠绵与温柔相中 红袖拳的这种做法 难免会让杨秀卿等人嫉妒 因此 他凭天国爆发内乱 实属必然 虽说 红袖拳巧识离间 平定了内乱 但是 他平均已在这场内讧中 元气大损 从红袖拳挑选女人的 种种细节 我们能够看出 此人虽口口声声宣扬功有致 但是 他却带头违背这一理念 归根结底 红袖拳与那些取得一点功绩 贬距功自傲的起义者 别无二致 所以他的下场 自然是必败无疑 显然 红袖拳的起义运动 与革命加油本质上的不同 因此 不论红袖拳的理念有多先进 此人都不该被后世学者 推到起义先驱的高度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